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当代的学渣挺幸福的 大多遭受精神打击 偶尔来点皮肉之苦 可这部电影里的学渣就很惨了 每年考不好的直接被处决 考场上的每道题都可能是送命题 成绩好的才有资格活下去 未来的地球人口膨胀 资源匮乏 联合国给每个国家布置了任务 每年必须减少5%的人口 有些地方老老实实搞计划生育 可美丽节没有放弃生娃的自由 他们按部就班的造人 但生出来之后自己不做人 让18岁以下的学生每年考试 考不好的学渣就末位淘汰 悄悄处决 这样筛选出能学会考的下一代建设祖国 也算是物尽天择 优胜劣汰 女主莱娜是个学霸 人称考场大魔王 因为妈妈身体不好 莱娜平时帮学渣补习功课 赚钱养家 明天就要考试了 眼前这个小渣渣横数学不好 辅导书上歪歪写写 写满了今年必考 可她仔细看了半天 才从字份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狗袋 她赶紧掏出准备好的钱 向莱娜买了个作弊器 这是一种可以收题的隐形眼镜 应对大部分考题没问题 莱娜靠着小生意悄悄赚点钱 但也不敢太张扬 周长家的公子布莱克 明天也要参加考试 这紧张的前夜 她没有埋头苦读 而是偷溜出去找最爱的姑娘 鸳鸯细水 周长手下的眼线 很快把她从温柔乡耗了回来 她爹骂了两句 说红颜祸水 你过了明年18岁的考试 才有未来 在此之前 不要见色望眯 一日年度大考拉开帷幕 所有学生搭没上演奔赴刑场 那个小渣渣戴着作弊隐形眼镜 心中正窃喜 却被身后的人撞了腰 眼睛掉在地上完美的隐形 她惶恐地摸了几下 旁边的黑衣人立刻呵斥 赶紧给我走 渣渣只能懊恼地离开 考场外面的检查十分严格 很多常见的作弊手段毫无用途 逃跑更是不可能的 前有圣钩高雷 铁墙栅栏 后有钢甲骑兵 电网棍棒 兰娜的好朋友凯伦是个技术宅 她爸是整个考场系统的技术顾问 凯伦黑进她爸的账户 就能调用摄像头 派点考场猛料 发给她在场外的记者朋友 当所有考生通过案件 整个考场落下铁幕 考试结束之前 连个号子都别想进去 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考生只能盯着自己的平板答题 稍不留神就可能断送了自己的小命 Time's up 考试结束后几分钟 后台就已经统计出 哪些电解的需要被淘汰 考场迎来了最沉重的时刻 被教到明智的学生 没有心理建设的时间 就要被无情的拖走 速度逃跑的孩子 也只是在被削减之前 多挨了一顿打 布莱克最爱的姑娘也不幸中招 他惊慌失措的打给州长爸爸 希望他能动用权利做点什么 但爸爸说 遵守法律人人有责 布莱克太清楚这些政客的说辞 只能自己想办法做点什么 他放倒了后排的黑衣人 喊姑娘快点跑 可这铁桶一般的地方 所有挣扎都是徒劳 姑娘终于还是被带走了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 又到了下一次考试 本地土豪的公子哥 又在又在打打球 这些年他从没有在怕的 如果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是因为钱还不够多 普通家庭的孩子 也有自己的办法 这位小姐姐学得心烦意乱 索性放弃正道 转而去折腾男老师 让老师感受一下 他想考过的渴望 老师理了理稀疏的头发 说包在他身上 然而这个迅速到 不易察觉的交易 还是被莱娜的老师全程盯到 州长家的公子布莱克 今天录了段视频 大意是他不想活了 这次考试会故意答错 就看他爹 还会不会支持这变态的法律 把自己的亲儿子削减 布莱克把存储卡 投进信箱寄给媒体 可州长的马仔还是看到了 他取出信份交给州长 看完这段视频之后 愤怒的州长 让已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为学校的铁门已经落下 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小 布莱克全程面谈一直选地 可地址一组往往都有显赫的家世 他老爸的能量在暗中涌动 考场管事的头头接了个电话 就把他的考卷和莱娜调换了 因为他们俩交卷的时间 几乎同步好操作 虽然一个是答得快 另一个是答得快 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 学霸莱娜满脸问号的被带走 生活里的考题比考场上复杂多了 南老师考场里 那位胸有成竹的小姐姐 也在一脸金额中被带走 他以为的交易不过市场白给 这是老师给他上的最后一课 操钢的那种 公子哥布莱克有点怀疑人生 身在帝王家 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州长下达了将不及格学生清理的命令 莱娜的老师跑过来求情 这是他最棒的学生不可能考不过 黑人情势考场的头头 头头自然说没有错 带走就是 老师哭哭啼啼拉拉扯扯 把自己的通行卡给了莱娜 求生的机会还会有的 他们被带去一间小黑屋 黑人命令他们脱光所有衣服 莱娜只能把通行卡藏在嘴里 所有人换上统一的球服后 就被锁在了椅子上 绝望的等死 布莱克那边想办法混进了控制室 他想破坏即将进行的消减 但是没有电脑密码 只能胡乱拔掉一堆电缆 整个考场陷入了黑暗 消减的屋子顿时乱成一团 莱娜趁乱脱困 用老师的通行卡溜出去 很快又碰到一个黑衣人 好在布莱克及时出现解决黑衣人 他们俩爬进通风管道 坐着聊会天 女主是个为了救母亲 不停转外快的学霸 这些事迹让公子哥有点心动 他打算帮他一起去控制室 搞清真相 不幸的是 他半路从管道里掉了下去 幸运的是下面有个游泳池 可不幸的是 他摔晕过去了 幸运的是女主会游泳 他把布莱克救上岸 人工呼吸唤醒他 吻戏也有了 再随便找件衣服 各自脱光光换上 再接再厉分头行动 此次头头正在消减室查岸 没有通行卡 不可能从这房间出去 除了黑衣人 就剩下老师们有通行卡 他通知所有老师 聚到一间屋里 准备过去搜查 莱娜的老师多聪明 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得赶紧找个垫背的 眼前不讲适得的老色皮 就很合适 他过去稍微撩了几下 老色皮就魂不守舍 通行卡也被一并带走 凶狠的头头过来逐个盘问 莱娜的老师自然是有惊无险 老色皮却一脸茅然 比豆鹅还冤 可在头头眼里 这些都是演戏 再硬的嘴 还进了控制室 虽然电脑能用 但他没有登录考试系统 所需要的密码 举头三尺有监控 莱娜突然想到了凯伦 他经常黑进他爹的工作账号 而他爹就在这里工作 可以看到所有监控录像 莱娜给凯伦发了求救信号 需要一段狠人偷偷登录的视频 凯伦自然是义不容辞 搭救自己的好姐妹 莱娜拿到视频就有了登录密码 登进考试系统后 调出他的原始答卷 明明答对了98% 却还是没有通过 可外面的平均分才780 更欺人的是 土豪儿子42分过了 州长公子15分竟然也过了 莱娜赶紧录屏截屏 愚顿操作 全部丢给了凯伦 你不是有个记者朋友吗 来 他们最喜欢的猛料管购 此时的州长正在外面颠倒黑白 考试结束那么久 所有孩子仍困在考场 家长自然心急如焚 州长把锅甩给莱娜 给他妖魔化 他不仅考试没过 还挑战制度 蔑视法律 单挑黑衣军团 打伤打残无数 实在害人听闻 管事的头头终于还是发现了莱娜 一群黑人狂奔过去逮住他 莱娜说 有证据证明自己考试过了 头头说 很好啊 那就更要削减你了 他们把莱娜带进小黑屋 终于凑起了这帮难兄难弟 而刚刚混进来的布莱克也穿帮了 来了一顿打被锁在地上 里面的情况绝望自己 可外面却在酝酿着惊天反转 凯伦把资料一股脑丢给熟人 记者向鲨鱼文心立马来了精神 经过简单的文学加工和情绪渲染 同出了这桩惊天的丑闻 权贵勾结学术造假 寒门贵子已然笑话 新闻迅速发酵 州长那边炸了锅 背后的金族立刻打来威胁的电话 解决不了这事 你就废了 州长一狠心一跺脚 只好来个弃居宝帅 放走所有高分通过的学生 再把所有作弊的权贵子弟悉数抓回 包括自己的儿子 最后将所有的锅 甩给管事的头头 新闻发布会上他痛心疾首 想不到那个管事的干了那么多龌龊事 还好我及时发现了问题 大意灭亲 今天我的儿子也在被笑讲的名单里 虽然心痛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布莱克等人挨了一针过后 以为人生就此来到终点 可他们却再次睁开了双眼 看到了一座血汗工厂 把工人面目表情在流水线上忙碌 一个长妹摘下口罩后 布莱克睁大了眼 那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姑娘 原来考不好的学生便没有被处决 而是被送进了地下工厂 从此流水线上拼高下 暗地里为美丽间的四话而努力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可以想象之前还有多少学生的命运被掉了包 努力学习却难逃血汗工厂的归宿 这个世界像是被冰冷的围墙围住 越往下围墙越夯实 滴水不漏 考试几乎是底层孩子唯一的上升通道 可越往上面 这围墙就越发变得四处漏风 那里的人总能找到各种漏洞 但他们不能就这么钻出去了事 总归还需要些爬上来的孩子填住缺口 再向所有人宣告 看漏洞已经堵上了 这孩子就是钻控制的下场 希望大家引以为继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